大家好 欢迎来到电影幕后故事 我是幕后军 京剧里有句行话 不封魔不成活 是说一种极度痴迷 不我两望的境界 而艺术家在追求完美时 常常与疯狂紧一线之隔 今天我就来盘点一下 电影中那些不封魔不成活的艺术家们 《海上钢琴师》 1998年作品 1900是船上的一名弃英 是一个百年难遇的钢琴天才 他小时候就能无视自通地弹奏听过的钢琴曲 而且对俗人的规矩一概无视 当船遭遇风暴时 他淡定地在倾斜摇晃的地板上弹琴 好像在与大海共舞 当1900所在的乐队在头等舱演奏常规曲目时 1900却总是不按套路出牌的记性发挥 而到了三等舱 1900就弹奏发自内心的音乐 时而欢快 时而舒缓 他在船上乐人无数 能根据表情读懂人们的心事 进而弹奏相应的音乐 船上有一次来了一个自大的黑人钢琴师 听说1900的天才琴技后 大叔表示不服 要和1900斗琴 替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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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替你 直到他遇到令自己心动的女孩 他才决定为了爱情冒险下船 但当他看到眼前乌烟瘴气的美国 转身又回到了船上 又过了很多年 被废弃的船要被炸掉沉入海底 1900的好友麦克斯来劝他下船 1900却说 在钢琴有限的键盘上 他可以弹出无限的音乐 但陆地就像上帝的钢琴 有着无限的键盘 他无从弹起 他会与船共存亡 有人可能觉得1900的行为难以理解 但话说回来 天才的内心又有几个人能懂呢 《鸟人》2014年作品 里根曾因饰演飞鸟侠三部曲 而名造一时 但20年前 此演飞鸟侠四后就逐渐过气了 他脑中则是有飞鸟侠的声音嘲弄他 提醒他往日的辉煌 中年的里根决定在百老汇演一部戏剧 想借此向世人证明 自己是个演技精湛的严肃演员 挽救颓废的誓言 里根极为重视这部剧 为他倾尽所有 赌上一切 甚至无所不用其机 比如首次预演的前一天 他知道意外 让登剧砸伤演技差的拉尔夫 为了让有演技 有票房号张力的迈克签约 里根甚至不惜付他四倍工资 为此卖到了留给女儿萨姆的房子 萨姆因他长期不在身边陪伴 而与他疏远并染上了毒瘾 他妻子因他爱戏胜过爱家 而与他离婚 最要命的是 情绪不稳定的迈克 在预演时各种胡闹 比如他认为道具太假 第二次预演时 还想和女友莱斯利假戏真作 导致下面竖起了帐篷 迈克甚至还勾搭上了萨姆 但为了这部剧 里根当然还是选择原谅他了 在种种压力下 里根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差 幻听越来越严重 最后一次预演时 里根到剧场门外抽烟 但不料袍子被门夹住了 无奈之下他只能脱掉袍子 只穿小内内穿过时代广场赶去演出 预演结束后 掌握生杀大权的剧评家 塔比瑟还没看过他的戏 就扬言要用一篇差评毁了他 因为他痛恨无知的好莱坞明星 假扮严肃演员 他的威胁加剧了里根的精神分裂 从幻青升级为幻世 公演的时刻终于到了 里根把道具枪换成真强 在戏剧的高潮处打爆了自己的头 观众和剧评人都交口称赞 他的戏超真实 但讽刺的是他自杀未遂 只是轰掉了自己的鼻子 从医院醒来后 他与坐在马桶上的飞鸟侠告别 望着窗外的飞鸟 打开窗后站到窗台上 萨姆进来时发现窗户开着 里根却不见了 他吓得赶紧探头向楼下张望 然后又抬头看到天上的飞鸟 露出了笑容 里根近乎痴狂地实现了自己的艺术理想 真正像飞鸟一样自由了 至于他到底有没有跳楼自杀 已经不重要了 《黑天鹅》2010年作品 妮娜自由练习芭蕾舞 影片开场就是她幻想 自己出演天鹅湖中的白天鹅 而当她的剧团宣布要海选 天鹅湖的心灵舞时 她实现梦想的机会终于来了 妮娜的母亲是一个平庸的前芭蕾舞者 妮娜害怕像她母亲一样沦为平庸 她想成为万众瞩目的天鹅女王 但天鹅女王需要能同时饰演白天鹅和黑天鹅 设施未深五不精准的妮娜 能完美演绎人畜无害的白天鹅 却总是无法演绎出黑天鹅的诱惑与邪恶 而心机女莉莉演绎黑天鹅事就很放得开 教练托马斯为了解放妮娜的思想和身体 用了很多不可描述的手段 巨大的竞争压力成为头牌的渴望 以及托马斯的诱惑乔教 让妮娜的黑暗面逐渐展露 她开始出现各种幻觉 扯掉身上的皮肤 抓破自己的肩膀 并在路上看到自己 一天 莉莉上门邀请妮娜出去喝一杯 两人在夜总会上热舞 嗑药 泡帅哥 回到妮娜家后 闭门修炼百合大法 第二天的戴装彩排 妮娜迟到了 到现场妮娜才发现 莉莉正在跳黑天鹅 而前一天的狂欢根本没发生 得知托马斯让莉莉做自己的替补 加上首眼之夜的临近 极度紧张焦虑的妮娜 幻觉更加严重 首眼之夜上 妮娜完成白天鹅的步骤后 回到化妆室 发现莉莉正准备 取代自己演黑天鹅 极度的恐惧 让妮娜彻底蜕变成黑天鹅 她捅死莉莉 将尸体藏好后 回到舞台完全无我 对完美演绎的黑天鹅 当她回到化妆室 准备演最后一幕中的白天鹅时 才发现刚才发生的打斗 都是幻觉 她捅的不是莉莉 而是自己 直到真相的妮娜 眼泪掉下来 但也只能继续演下去 最后她在自由落体中 完美泄露 她的风魔终于成活了 爆裂鼓手 2014年组 19岁的少年倪曼 梦想成为地表最强绝世乐鼓手 她在学校里练鼓时 被魔鬼导师弗莱彻相中 于是她加紧练习 决心进入弗莱彻的乐队 刚被选进来 弗莱彻就跟倪曼 进行言语和肢体上的亲密接触 受到强烈刺激的倪曼 回去打鼓打到手出血 后来在一次比赛登台前 倪曼把主鼓手 交给她保管的乐谱弄丢了 主鼓手记不住 谱子没法上台 倪曼对那个谱子烂熟一心 于是主动请鹰上台表演 倪曼以精彩的表现 取代了主鼓手的位置 但想坐稳鼓手位置 并没有那么简单 弗莱彻又叫了 另一名鼓手康奈利 跟倪曼竞争 还故意让康奈利 取代了倪曼的位置 成为新的核心 倪曼心中十万个不服 于是更加勤奋地练鼓 为了不分散精力 她甚至跟女友分手 终于在与其他几名鼓手 比拼速度与激情后 赢回了核心位置 在赶去另一次比赛的路上 倪曼遭遇车祸 满脸是血的 她从车里爬出来 亮腔着跑到演出地点 坚持完成了演出 但弗莱车的冷酷无情 终于让倪曼彻底爆发了 这件事后 倪曼匿名举报了弗莱车 弗莱车因非人道的 教学方式而被开除 倪曼的鼓手梦想也戛然而止 在后来的一色偶遇中 弗莱车邀请倪曼 参加她新乐队的演出 倪曼到了现场 才发现自己被设计了 弗莱车乐队演奏的是 一首倪曼不会的曲目 原来弗莱车早就知道 举报自己的人是倪曼 她想在这次演出上整垮她 而倪曼也开始了 她最后的反击 第一次不为弗莱车 和乐队打鼓 而只是为自己打鼓 霸王别姬 1993年作品 如果只能选一位 不封魔不成活的艺术家 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 霸王别姬中的成爹一 成爹一小时候叫小豆子 为了学精细 吃尽苦头 受尽折磨 他先是被砍掉一根 多出来的手指 才被师父收为徒弟 进了戏班后又被霸凌 还被逼得性别错乱 在被猥琐的公公猥亵后 小豆子彻底变性了 长大后 成爹一和诗哥段小楼 成为明学 别姨演鱼姬 小楼演霸王 两人出演的霸王别姬 吸引了袁四爷的注意 痴迷精细的成爹一 与董系的袁四爷成为之音 与此同时 像鱼姬对霸王那样 爹一对小楼 也有着别样的感情 对小楼喜欢的妓女菊仙 爹一充满敌意 醋意十足 这么说有个潘金莲呢 因为他不想让菊仙夺走小楼 他只想跟小楼唱一辈子戏 这么小半辈子都唱过来 不行 说的是一辈子 差一年 一个月 一天 一个时辰 都不算一辈子 在爹一眼里只有精细和小楼 但小楼眼里除了精细还有生活 还有和局限的小日子 影片后半段发生的各种社会动荡 也并没有把爹一从戏中拉出来 这在每个历史时期都有体现 日军占领期间 他为了救被抓起来的小楼 去给懂戏的日本人唱戏 后来在被审讯时 爹一甚至还说 日本投降后 爹一给国民党士兵唱戏 台下士兵对他各种调戏 用手电筒缓他 爹一因为他们亵渎精细 而愤然霸唱 新中国成立后 爹一训斥白眼狼徒弟小四 把精细和现代戏混为一谈 最后师徒决裂 滚吧 一辈子跑去这种道具吧 小四甚至还用计抢了鱼姬的角色 至此 菊仙是台下的小三 小四是台上的小三 爹一失去了最重要的两个人 诗歌和鱼姬 于是在万念俱灰下 他一把火烧了所有的戏服 并在最后的文革批斗中 将心中压抑已久的愤懑 全都宣泄了出来 我早就不是东西了 连你楚霸王都跪下来求饶了 那这精细他能不忘吗 能不忘吗 文革结束后 爹一与小楼在空洞档的体育馆里 最后一次演霸王憋姬 爹一假戏真作 拔剑自吻 用鱼姬的方式 结束了自己鱼姬的一生 最后必须要说 成鱼姬的不封魔不成火 很大程度要归功于 哥哥的不封魔不成火 怀念哥哥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拜拜